在士林的中国风公园内出现了一群贵客 他们是造型华丽的布袋戏友 布袋戏友的收藏家们 透过网路活动邀约的方式 进行实体的交流活动 各自带来自己珍藏的角色 除了与童号分享观赏外 也透过镜头拍摄记录下美尊戏友的俊美 基本上我们是童号的聚会 然后这个社团也是之前我 因为大家相同兴趣喜欢布袋戏文化 然后去开设一个网路的社团 然后分享自己的收藏经验 然后分享自己的收藏 给大家互相欣赏这样子 然后通常我北部中部南部 都会各搬一场这样子 也欢迎就是没有看过布袋戏的 想要近距离观赏的 一般的人也可以来看这样子 其中也有玩家亲自全手工制作 自己心中构想的服装配件 除了不同世代的外观造型交流外 也有透过布袋戏操偶的方式交流 让现场有动态与静态并行的活动 然后拍器这个东西拿下来 大概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在接触布袋戏 然后后来就心生会觉得说 哇里面的人物角色很帅 就很想要去进而去收藏 学生时期没有什么钱 当兵之后开始正式踏入偶坑 就开始想要买一尊自己想要自己做收藏 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都会去片场 看到真正电视在演的本尊 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是很感动的 因为电视上面在看 跟我们实际参与片场的那个感觉的 完全是不一样 看到真正电视里面在演的人物角色 完全感觉就是 就非常的兴奋 在疫情世代后 经由网络社群连结 同好们进行实体的交流活动 并且不吝啬地展示自己的经典收藏品 充分为台湾特有的乌代系文化 有了更多保存途径 活动间大方让游客近距离欣赏拍照 也达到普及的推广效果 公民记者蔡中和高维成 简成应台北市市林区采访报道